我曾经说过 台湾情治系统的 股票作业是非常非常的精准 它虽然非常的精准 但是要注意 如何解读 所以这个蔡英文办公室 就有一个非常神秘的 单位 这个单位是长期以来 帮蔡英文运用民调 进行解读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话 我曾经说过 台湾情治系统的股票作业 是非常非常的精准 它虽然非常的精准 但是要注意 如何解读 所以这个蔡英文办公室 就有一个非常神秘的 单位 这个单位是长期以来 帮蔡英文运用民调 进行解读 那这个单位 它下面 它有三个人 值得大家注意 这三个人 几乎在媒体上面 没有 不关过 这三个人分别是 陈俊玲 他曾经是民进党 民调中心主任 他除了是民调中心主任以外 他更重要 他是一个军事的爱好者 叫陈俊玲 从2016年到现在 一直跟着蔡英文 职位都没有变更工 陈俊玲 他长期以来是负责 民进党的民调中心 然后他也负责讲解 或者分析 那第二个 叫做李汉民 是2020年6月以后 蔡英文再度连任成功 特别延然他 那事实上这个人 在台湾 大概大家对他的名字 非常的陌生 那大陆朋友也未必认识他 他叫李汉民 他是台湾科技大学 资工系教授 你表面上 他是负责资工 但是实质上 他是负责资安管理 资讯安全的管理 这里就有一个疑问 台湾在各个单位 都设有所谓的资安官 包含 苏贞昌办公室里面也有 那为什么蔡英文 要跌床价格 找一个资工教授 担任这个重要的职务 因为他可以透过各种软体 去做一些评价报告 不是评估 叫评价 就是说这份报告的均整度 还有这份报告的问题 出在哪里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李汉民 还有一个就是负责 情治单位 作业整合的 叫做陈文正 这个人曾经在淡江大学 担任助理教授 这三个人 他们之间的关系 既是合作关系 又是竞争关系 就是说为了争处 他们经常会提出不同的意见 但是蔡英文只听两个人的话 早期是陈文正当红 因为他美国关系 所以蔡英文会听陈文正 那现在蔡英文在选举期间 只听两个人的 一个叫陈俊宁 一个叫做李汉民 这两个人 就是天天待在蔡英文办公室里面 帮他分析全台湾的选情 那他们既神秘 大家对于他们又很陌生 那这里我先讲一个 我亲身跟他们接触的一个例子 名字我就暂时不说 就有一个人曾经问我 就是说什么叫做阅兵分裂士 这位号称军事专家的 他突然问我 我听到我大吃一惊 我说这是一个基本常识的问题 根本不应该问 我跟他解释 阅兵室是静派 是由首长坐着车巡视部队 看军容壮政 所以阅兵室 他通常都是遇到坐车 然后坐车逛个一圈 至少两个小时 这个叫做阅兵室 阅兵室是一个静态 那分裂士呢 是一个动态 所以我们看 军队批政部 走过大理官的司令台前 要发号口令 向右看 等等这些 我说这叫分裂士 所以阅兵室跟分裂士 是不同的 那我跟他讲了以后 他非常不以为然 所以这个人的军事常识 好 军事常识 此不过耳耳而已 好 这一次 我们从这些人的特性 为什么蔡英文喜欢听 陈俊玲跟李汉明的 因为他们的解析 他们的分析 会影响到民进党的选战 所以我们最近 可以从蔡英文的 很多的行程 他用什么 跳岛式 岛式 海岛的岛 他用跳岛式的 不停的在各个区域 进行 所谓的造势活动也好 所谓的支持活动也好 甚至于发动视频 投蔡英文 投蔡英文 就要投 民进党的候选人 这些视频等等 这些话 绝对不是蔡英文 自己说的 而是由陈俊玲 李汉明 跟陈文正 他们三人 他们三个人 就是天天 一个方面是负责 情治作业的转达 一个就是说 看到了情治单位的报告以后 他们对蔡英文进行分析 那这个单位的神秘 就是他们直接跟蔡英文负责 他们既不对首长 顾立雄他们负责 他也不对民进党 中央党部负责 而是对蔡英文负责 就是告诉蔡英文 哪一个地方危险 你就必须要到 那个地方护选 所以蔡英文 一天可以跑12个行程 各位去看 他到南部的时间 跟行程不多 统统几乎聚集在北部 北部就是 我曾经讲过的 叫十八相处 我在网络平台 跟视频上面 我都讲过 十八相处 但是 深圳关键要害的 选战区 蔡英文去的最多的 倒也不是台北 而是 桃园 苗栗 新竹 然后 在台北基隆 就是说 这些被民进党 画作 激战区的地方 就是蔡英文经常选的 所以 这个神秘单位 他几乎主导了 民进党的选情 而且他们对蔡英文负责 所以这次选举 民进党的胜负 蔡英文 应该心里有数 所谓心里有数 他们看到的民调数字 几乎是不好的讯息 才会引起蔡英文的关注 一天跑12个行程 去这些地方加油 这也就是说 这个神秘单位 他所发挥的最大功能 就是在选战期间 研究如何击败对手 所以 蔡英文非常听信 神秘单位当中 陈金林跟李汉林的建议 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